主席各同仁,請部長跟台電總經理 市部長李總經理 部長你好,現在核一年發電度是1100億度 核二大概是150,核三大概是150億度 所以三個核電廠大概發電是400億度 那成本大概是0.6,那售電價是2.6 所以每一度的電,台電可以賺2塊錢 所以八電400億,你們核一核二核三大概可以為海電創造800億的利潤 應該是這樣,這數據應該沒有錯 這個我也做過功課了 就出算應該是 輔導核待之後,所以你們核二廠核一核二核三 發電越久,領得越多,賺得越多 所以這個輔導核災之後,有做過核安總體檢 目前核一的耐震係數是0.3,核二是0.4 核三也是0.4 那經濟部跟原能會有要求台電做改善 針對這個核一廠部分 從0.3提升到0.4以上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不提升,你六級的地震就可以把核一廠震垮了 所以核安的體檢報告就要求一定要提升0.4以上 所以因為這樣子,海電去做這個三角斷層的這個調查報告 這樣那個報告,剛剛這個徐委員講過 陸域是34公里,海域40公里 然後現在延伸到棉花小谷又40公里 延伸的部分,你們有一個計劃 就是核能電廠擴大地質調查工作計畫 是不是 就是現在已經委託核能所在做招標設計 你們在今年年底之前要完成決標 沒有錯 這個花多少錢 一億多 我請台電報告一下 台電 一億多 你要說是不是就好了 擴大的部分 現在還沒有花 以前就有補充這個地質調查報告嘛 之前就有營運中核電廠補充地質調查報告 花了兩億多嘛 是 兩億多沒有錯嘛 現在也要延伸到棉花小谷 你有一個擴大地質調查報告工作計畫嘛 這個花一億多 總共大概起來四億多嘛 那按照你們工作時程啊 呃 如果是明年初順利決標啦 順利決標 那這個大概有16個月的工作時程嘛 嗯 做相關的研究 survey 你們預估到16 16個月 好 16個月 大概到2004年 2014年中 這個你們所謂地質調查的研究結果才會出來 這個報告出來之後 你還要送專家會議去做討論 送原人會去做討論 討論之後 專家小組認為應該提升到何等的這個防針規模 也許到0.4 0.5 做成決策之後 已經是2014年的年終 好 後面呢 開始要進入所謂設計跟施工嘛 設計施工 土建的部分那個沒有問題 管線的部分比較嚴重 以日本新洩縣的這個例子來看啊 日本新洩縣有一個叫薄奇利宇 好 2007年發生這個核災之後 他馬上針對這個防針規模提高嘛 七部機組 日夜的趕工也花了兩年半 好 那以你們現在實程的規劃 以你們實程規劃了 0.3G提升到0.4G 開始設計施工大概從2000 最快喔 2014年開始 好 讓你們施工設計三年好了 等是完成之後 已經是2018年了 不是跟委員報告 那個調查的部分 你先給我講了齁 沒錯 所以耐震性度提高遙遙無期啊 按照你們實程規劃 2018年剛好是除役 合一場除役的年限 而且你從這個調查到設計到施工 你們保守估計要100億 所以你們年賺了800億 這100億對你們而言是小數目 你們用這個100億 花了八年的時間來提升 從0.3G提升到0.4G 那這段時間 還是提升到0.3G的階段 七年的時間 台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暴露在高度的危機啊 不是跟委員報告 因為裡面的補強 我們同時在進行 並不是要等那個調查結果 你不是要等研究報告出來嗎 那個是最後再來check 好 那你們估計什麼時候最快 最快你們什麼時候 可以完成補強的作業 目前的話 我們已經先把斷軟處置的那一部分 已經補強到合一場0.5G了 因為你們等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你還知道說 這個防震的規模 要提升到合一場等級 那個是在 貨型一語是其實在1G 我們現在已經在做 那你們是從0.3到0.4而已 日本的1G 照我們的規範來講 大概只有0.5G 我們大概有核酸過 那0.4 大概只能放到7級地震 如果7成以上 0.4G也不開一級 不會啦 所以你在完工 你給我一個期限 什麼時候 你這個補強作業可以完成 目前斷軟處置的話 已經有補強到0.5G以上了 不是 你整理的作業 你整理的作業 你要按照這個標準來做啊 那一部分是將來在check 看看我們後面 前面的補強夠不夠啦 我們還是會 那你管線的部分 你還準備去補強 那管線部分 我們就定一個標準 當然 你現在你這個研究報告沒有做出來 你不曉得要0.4還是0.5 是0.6嘛 對不對 你要等到研究報告出來之後 你要知道 這個防震規模要提升到核准程度 你才能做施工設計嘛 你現在施工設計是委託誰 我們目前是把核一 你現在是要職場 職場招標還是要公開招標 公開招標的方式 那核一場是誰設計的 真正的施工 核一場是誰設計的 真場設計誰設計的 真場設計的話 當時是以PASCO 那現在的話 那現在其他的廠商有能力去做嗎 那一部分的評估的話 我們會找 我發現我覺得齁 你把台灣人民的生命災害安全 嚴重暴露在核能災變的危機當中 最起碼五年以上 你告訴我一個實驗 什麼時候你可以把這個補強作業完成 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評估過了 時間這樣你還要講嘛 當時嘛 第一階段的話 我們已經做完了 當時嘛 第二階段的話 要看看做完以後 評估出來的話 你搞 原則的委員會說 給你們其實是2015年 2010年底 差不多那一部分的時間 那你們告訴我說 可能2018 2018你花了一百億 去做0.3D檢查 0.4G 結果卻發現 要到廚藝了 好部長 你說這個絕對不會延誼嘛 會如期 會如期廚藝嘛 那你說你花了一百億 那時候台電會有借口說 我花了一百億補強 是不是讓我多做幾年 目前如期廚藝是政策 那你現在按照這個事程規劃 那你現在按照這個事程規劃 本期 那這就提升之後啊 已經剛好要廚藝了 我花一百億幹嘛 那這段時間 有沒有可能要求台電 合一場停機 我剛才講我們是如期廚藝 不是啊 你還沒有補強這一次 0.3G是暴露的高度危險嘛 六級地震就垮了嘛 垮了之後 小數遇到那個是七百萬人耶 九二一都發生過 並沒有垮 這複合型的災難會發生嘛 你不要以九二一 我們做最好的準備嘛 對啊 如果你沒有辦法補強 你是不是要求合一場要停機 最好有最好準備 我們才有斷然處置措施嘛 我們每天提心吊膽耶 你把這個事情一直在拖 以拖待變嘛 那原來會哪裡沒責 所以目前要做一步 所以部長你要嚴格督促台電 我們非常嚴格 好 盡速把零 你說你要做0.3G提升0.3G 你就馬上把這十幾層縮短 把這個時程縮出來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讓所有全國民眾安心嘛 那按照你們 講不出一個時程 沒有 剛才我們台電 什麼時候時程 已經報告過 斷然處置的那一部分 最核心的部分 已經 所有的補償作業完成是什麼時候嘛 所有補償作業 會發生大家擔心那種大事情 那一部分已經到0.5了 對啦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嘛 0.5那一部分已經完成了 你其實那0.4G那一部分已經完成 就確保烏魚了嗎 那我們還做第一次調查幹什麼 花了事宜多做到第一次調查幹什麼 不只是為了台電 為了大家 那三角措施主要是合一合二嘛 所以你要把那防範性 提高的依據吧 角色依據嘛 我剛才講過 假設有這麼一個大的斷枕在北部提起的話 所以原能會好像拿你們沒責啊 原能會碰到台電好像就是 這個雙手一攤就是一把沒辦法抖 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部長你要拿出這個政務官的擔當啊 嚴格要求台電如期 把這個補償作業把它完成 否則全國老百姓暴露在核威脅當中齁 每天進行吊膽耶 如果一旦發生齁 不是你部長可以負的責任呢 我跟委員幫我剛剛講過 我們有做最後來打算 不然就不會推出斷展出措施在那邊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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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